各位同仁 內政部兒童局意記修改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田育保障法中 有關保姆相關條文 放寬保姆的資格 讓保姆在未來不需要證照 沒有協議的限制 我認為這樣的修正 可能會產生執行面上的弊端 以及嚴重衝擊現行的保姆系統 體制 過去在保姆管理制度下 應用社區保姆系統 逐漸消除保姆 不當脫育產生的社會問題 對江澤然來說 現有的保姆管理系統 可以減額保姆居家環境是否安全 每個保姆與家庭 往事保姆如有生事時 也可以處理 對於保姆來說 系統內的保姆可以互相致應 也可以一起帶孩子出門 在此進修 商討帶孩子所遇到的問題 如此一來 就可以讓帶孩子的工作 不是在保姆獨立與孩子搏鬥的過程 然而 在修好之後 保姆制度將取代現行保姆管理制度 雖然會增加聘用保姆的彈性 但也可能會產生以下執行面的問題 首先在現有的系統應做下 家長可以應用系統來尋求優質的保姆 改為保姆登記制度之下 很可能演變成家長不知道怎麼樣去尋找保姆 也沒有辦法確保保姆的品質威和 其是保姆登記制度不需要證照 也沒有學歷的限制 也不需要進行專業訓練 沒有特異經驗以及訓練的保姆 如果能夠讓家長心安 是否會增加保姆特異的風險呢 再來 保姆登記之中 保姆只需自行切解環境 軟硬體安全 政府不必派專業督導 訪查檢核 同時 也沒有專責人員 定期訪事 沒有簽約 糾紛協討等家長最需要 且賴於安心的措施 整體來看 修法為保姆登記制度之後 脫育的安全 取決於人而不是制度 在政府退出督導與檢核的責任之下 若沒有找到值得信任 或是具有專業素養的保姆 將造成脫育風險的增加 更不用提未來家長與保姆之間產生的糾紛 如何去調節 我認為在修法過程中 應該要多加入執行面 以及後續問題的考量 政府過去扮演稽查檢核的角色 不應該提早撤退 若新智上路 也應該要有相關的系統與配套措施 或不是讓人的因素 可以影響政策結果的好壞 我相信建立良好的脫育制度 才能讓國民提高生產意願 提振國內的生育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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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